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今天我來到這個小米基地 就是這個身後這個非常溫馨 非常居駕的地方 這裡是用來專門展示小米的新品 以及生活類的商品 讓大家在下手之前 可以先來體驗一下 那為什麼我要來到這邊呢 因為小米在前幾天 舉辦了一場雙十一新品溝通會 那他一口氣發表了很多樣的新產品 那雲霸今天就是要帶大家 來搶先體驗一下 到底雙十一你要搶什麼東西 好讓我們繼續吧 小米在雙十一之前 一口氣發表了八樣新品 就是圖上這八樣新品 那到底有哪些東西呢 我們除了手機之外 我們今天就來介紹這些生活類的商品 那我們就一樣一樣的來介紹 首先進場的是 米家智慧刮鬍道 他的售價只要995 那他到底厲不厲害呢 我們就直接來開箱 好 其實我前兩天才剛買了一把 星際大戰限定版刮鬍刀 那一把同樣也是三刀頭 同樣也是乾絲兩用 可是那一把售價要一萬五千多 他只要995元 可是他同樣具有三刀頭的設計 而且他這邊可以360度的去貼合你的臉 他是跟美國百年大廠雷鳴燈 聯名設計的一個刮鬍刀串 所以啊 小米他在這一個電動刮鬍刀的外型 也十分講究 到底這一把只賣995元 一千元都不用的刮鬍刀 到底好不好用呢 我特地留了三天的骨子 剛剛好是可以拿來做測試的一個對象 好 我實際刮給大家看 那他有一個高速模式 現在是在加速檔 然後也有一個旅行檔 好我現在刮好了 大家幫我看一下有沒有乾淨 應該是還不錯吧 OK 這一把刮鬍刀只要995元 而且他還是乾絲兩用的 也就是說我現在刮完骨子之後 就可以直接把它拆開來 打開來然後拿去做水洗 好大家看 這一把刮鬍刀他是乾絲兩用的 所以如果像有些朋友他喜歡 一邊洗澡一邊刮鬍子 那也OK 你可以一邊洗澡一邊刮鬍子 那刮完之後 記得把它打開來稍微晾乾 下一次刮的時候才會比較乾燥 鬍鬚才不會結尾完這樣子 好再來是每個人家家戶戶都要喝水 可是像我自己今天正在減肥啊 我每天都要喝大量的水 那台灣啊 目前除非你家 確定那邊的水管是有更換的 不然目前 可能你家還是牽管 或者是管線非常的老舊 可能你會喝到鐵鏽 或一些重金屬 所以 每個人在喝水之前 都一定要先過濾 可是一個好的濾水器 不是家家戶戶都可以負擔的 所以小米推出這個濾水壺 它只要665元 我覺得非常的划算 這個小米的濾水壺啊 它的容量非常的大 它的容量有2000cc 剛好是一個減肥的人 每天要喝的是一個水量 那如果你沒有要喝到那麼多 其實它也可以適合一般家庭 全家大小來使用 再來是看到它的濾網 它的濾網有三層的設計 可以除濾 也可以除重金屬 那我會建議你買這一個 再搭配一個小米的 這個恆溫電水壺 兩個一起使用 先過濾 然後再來煮水 那這樣就會很方便 那再來它有一個特點就是 在上蓋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LED燈顯示 它會顯示這個濾芯的壽命 那按一下 它就會顯示 目前是100% 那隨著使用的次數跟時間 它會慢慢減少 小米基地這邊的實測 目前用了一個月 大概可以掉到50%左右 所以平均兩個月換一次濾芯 那它的濾芯也非常便宜 賣三件組 三個濾芯只要495元 非常便宜 你就可以全家喝到乾淨的水 這個我覺得非常推薦 每家每戶必買 好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米家智慧家庭 之前很多朋友會來 雲爸的粉絲團發問說 雲爸這個米家智慧家庭 到底我要買哪些 它看種類有好多 可是它不知道要買什麼 像我這一次 我就會特別推薦大家 買這個米家智慧家庭套裝組 到底這個產品好不好用呢 我們就直接來到小米基地 來體驗一下實際生活的場景 OK 走 好 雲爸今天來到小米基地 其實就是要藉著這個小米基地 這麼生活化的場景 像它這邊有客廳 有餐廳 然後還有書房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進到 小米基地的主臥室 讓小米基地的小管家 來幫我們體驗一下 小米的智慧生活套餐 到底可以做哪些功能 我一隻 那我們請小管家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家的智慧家庭的一些功能 好 沒問題 那首先呢 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剛才大家聽到我們進門的時候有發出叮咚叮咚的聲音 其實這個就是觸發了我們上面的門窗感應器 然後這個就是門被打開之後就會有叮咚叮咚的聲音 那當然這個聲音你也可以設定成是狗叫聲 或者是夜景暴聲 就是當有小偷可能闖到你家的時候 被觸發了 然後就會發出 玩玩玩玩的聲音 然後一方面呢 這個訊號也會傳送到你的手機裡面 然後這裡 我們剛剛被觸發了之後 我們的訊號源 就是 它會溝通到這個智慧有關 那它的話就是我們整個智慧家庭組合裡面的一個中控的概念 就是當門窗感應器被啟動了之後 它傳送訊號給我們的多功能的網關 然後這個網關呢 它本身是連上網路的 就是我們家裡的Wi-Fi 然後這個訊號再通知到我們手機說 我們的門窗感應器被啟動了 這樣子 OK 那這個網關本身其實 剛剛的聲音就是網關發出來的 對 沒錯 那我接下來介紹一下我們的 電音款智慧家庭組合裡面的一份子 那就是這個 是我們的無線開關 那我可以就是我 按一下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家電就會做自動開啟 那我也可以設定說 我按兩下的時候 然後我們所有的房間裡面的餐廳就是關閉 那這個情況下就可以 適用於就是你出門的時候很緊急 那我按兩下 然後所有的家電就關 就全部關閉了 對 它就不會擔心說 我電話上網上關 什麼東西網上關 這樣就可以直接出門 只要是 飛小米的家電 然後就配那個 剛剛介紹的插座 我們就可以直接去做開關 沒錯 就是可以搭配我們的智慧插座 就可以讓傳統的家具 只要插上我們的智慧插座之後 就可以連接我們的 那個無線開關 然後做開啟或關閉 那這個網關呢 它可以支援 一次可以支援多少的裝置 大概可以支援20種的產品 所以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我們米家的APP 所以要使用我們米家產品之前就是先下載我們的APP 然後之後呢 我點開我們的無線開關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選擇我適當的場景 這裡我可以按新增場景 然後無線開關有分成三個模式 第一個是按一下 然後按兩下 跟長按 那我今天可以設定說 我按一下的時候 然後我就 繼續執行 哪一些事情 就像是我按一下 我可以讓我的台燈 做開啟 然後按一下的同時 我也可以讓我的 床頭燈 也把它打開來 那OK了之後我就按確定 然後整個系 整個系統就被我建立起來 就是我之後就可以按一下之後 這兩項產品就會做開啟 好那我這邊還有一個智慧家庭組合的一個配件 然後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就是被我觸發這個人體感應器 我經過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旁邊的家電就是亮起來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人體感應器 然後我們這邊設定的話 就是我們放在窗的底下 然後就是人經過的時候 起床的時候經過的時候 然後旁邊的燈就會亮起來 一方面可能就是你半夜起床的時候 然後就走過去旁邊的燈亮起來就是 比較安全的考量 家裡有老人跟小孩就比較安全 對對對 沒錯沒錯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可以隨意你擺放在任何地方 你可以擺放在床底下 或是牆的旁邊 都可以進行的 那這一般就是比較適合用在燈具 有人走過就亮 對 如果是你也可以就是 可能 跟它連接那個電風扇 只要我進到這個空間電風扇就會打開 可是如果你走來走去 它會一直開開關門嗎 不會 你可以設定就是它 設定就是走過去然後去觸發一個動作 那再走過去呢 對它來說就是被感應到 然後就是它會持續做開啟的動作 哦 那如果要關掉它呢 關掉的話那你可能就是要搭配 我們剛剛的那個無線開關 對 它只是用來說觸發打開這樣子 對 沒錯沒錯 好 那我們再請小管家再幫我們介紹 剛剛這個智慧套餐裡面的這個 免家智慧插座 好 沒問題 現在我們智慧插座是擺在這邊 然後它接的是我們這個傳統的燈具 然後一旦接上去之後 我們的智慧插座 它就是一個呈現是通電 或者是不通電的狀況 那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手機APP 跟它進行操控 像我簡單的 我按一下 燈就關起來 然後或者是再打開 然後它就會打開 對 很方便 然後裡面的話 我也可以去看到說 目前的耗電量 跟我前幾天 前幾個月用了多少的電 它上面都會有統計 另外呢 然後我這裡也有它會可以 就是定時的開開 或定時關閉 然後這個我們目前呢 插座一般就是叫 適用於我們的燈具 好 再來介紹這個 米家LED智慧燈泡採光板 同樣的功能 同樣是RGB可以變色 同樣可以連Wi-Fi 別的品牌要賣到多少錢嗎 答案是2199 我昨天在MOMO購物層看到 可是小米的這一顆 同樣的功能 它只賣495元 它到底利害在哪邊呢 我們請小管家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它雖然就是價格 是這樣的價格 但是它的規格也是相當不錯的 它是有低功率耗電 它大概是10瓦左右 是860米 那首先那 我剛才這個亮度的話 其實還可以再往上跑一點 所以我剛才大概是40幾%的亮度 那我可以提高到100% 對 它亮度是完全就是可以很強 所以你可以不管放在哪一種很適合 然後亮 其他的就像是其他的光源 就是它可以1600萬種的顏色變化 怎麼變化模式 我們就可以左右移動 然後就可以改變 它自己的顏色 然後當然明暗度 也可以這樣上下的移動 然後接下來呢 它有一個流光模式 它就會隨著時間 然後讓裡面的顏色做變化 就可以適用於可能 調氣氛比較好的時候 或是Party Time的時候都可以用到 也就是說我只要點這個流光模式 嗯 我就可以提醒我老婆 我要交作業對不對 對 可以這麼使用 交作業模式 不是啦 是電競模式 對 旁邊要打GAME 就看一般家庭怎麼 大家怎麼做使用 而且拍這一顆啊 我覺得最厲害的地方是 它不需要網關 它就可以臉上外包 沒錯 也就是說剛剛介紹的那些智慧家庭 其實你不用買 你這一顆就可以直接連到你手機外販 就可以直接使用 對 那如果我家裡有多顆呢 那也可以分別去做設定 它可以連動 哦 也可以 就像我們剛剛那個網關 也可以使用那個無線開關 然後只要把它們都連上網路的話 那它就可以按一下 你也可以讓它開檔的關 然後一顆開一顆關 一顆顏色變成紅色 一顆顏色變成什麼顏色 哦 那這樣非常厲害 這一顆 我覺得這一個LED燈泡啊 它RGB的採光板 不是必需品 可是你家裡如果有一顆 其實可以增加家裡有一些氣氛 那營造一些生活的情趣 我覺得還不錯 擺在臥房啦 台燈那邊 讓它去變換一些情境 還蠻好的 每個家裡都應該來個一顆或兩顆 好 看到這邊 如果你還不知道要買什麼的話 我非常推薦接下來要介紹的產品 小米迷你雙肩包 這是小米的迷你雙肩包 它一共有八種顏色 那雲八這邊拿到的是其中的六種 你可以看到它前面有這個收納袋 拉鍊也有經過比較特別的設計 前面可以放一些小朋友的水深小物 像鉛筆啦 橡皮叉啦 側邊也有口袋 可以放雨傘啊 水壺啊 然後再來是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面的超大收納空間 甚至連這個水壺 整個都可以硬生生的放進去 而且還有剩餘的空間 它真的很能塞 那這樣子一個提袋啊 這樣一個雙肩包 要賣多少錢呢 答案是165 簡直比環保購物袋還要便宜 趕快買一個給你的小朋友 好 最後講到重點 小米雙十一購物節 除了剛剛講的新品很厲害之外 很多舊有的商品有做優惠 比如說米家掃地機械 這一台在前兩年啊 我記得它非常的熱賣 應該是榮獲台灣 單一品項的掃地機械銷售的冠軍 那這一台啊 也破天荒的折價1500塊 那它的售價只要7395元 第二個是小米空氣淨化器2S 它也降價了500塊 那現在只要3995元 那第三個是米家RH電子鍋 嘿 就是它 米家RH電子鍋 它非常適合小家庭使用 它也同步降價了200塊 目前的售價是1295元 也非常划算 那第四個是米家恆溫電子水壺 它也折價了100塊 那它售價現在賣到1095元 這個我覺得你一定要搭配 剛剛我介紹的那個濾水壺一起使用 那再來其他有很多商品 它也陸陸續續的有做特價 好這個我們先收起來 好其實不是只有這四樣產品有很多優惠 那包含了像手機啦 手錶啦 或者是穿戴式裝置啦 甚至是行動電源都有做很多的優惠 小米的行動電源 它甚至降價到了395元 真是便宜到誇張 我覺得這個市場應該會血流成的 好 最後跟你講一件事情 小米雙C這些特惠的商品 它不是只有在官網做優惠 這一次它把所有的優惠價格 拓展到全東路 比如說像你在PC Home 或者是在小米之家 或者是在官網 通通都有做優惠 所以如果你買到沒有降價 就代表你買到水貨了 那不過雲霸在這邊還是推薦你到官網購買 因為小米在官網這邊 雙11的指定期間內 它在雙11的活動期間 都有推出搶現金券的活動 那你每天登錄 就可以搶到最高命額 可以到250元的現金折價券 那每晚8點再發500塊的折價券 而且它還推出一個小酒來台給 相約朋友來一起來殺價 只要你把指定的商品 分享給朋友 那分享的越多 然後商品下殺折價到指定的金額 這個商品 你就可以用5折價錢去買到 非常的殺 所以推薦大家去官網購現金券 這樣子購買 今天介紹了好多樣小米的新的商品 那歡迎大家來小米基地這邊慶置的體驗 不過這邊是採取預約制的 你要來之前先跟小米基地登記 然後就可以來體驗 那這邊沒有在販售商品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純粹體驗 體驗後你覺得滿意 然後你再到小米之價去購買 或者是就近找你附近的店家去購買 當然最好還是上官網去搶折價券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 那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你想要買什麼小米的商品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好OK我是雲豹 謝謝大家掰掰